住这个社区的居民 那今天这个公园要改建我不反对 可是我希望是透过民主的程序 就像刚刚这位邻居讲的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那一栋大楼的人也完全不知道 可是私底下很多人表示赞成要经过民主的程序 可是今天站出来的人却这么少 因为大家都不想得罪里长或得罪反对的人 那我对树的感情 从我是台北市民 我今天看到高雄市到处在砍树 我觉得很痛心 因为在台北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在高雄住了六年半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为什么叫做高雄没有文化 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搬到高雄的第一天 对那一棵火焰树非常的惊艳 因为台北看不到火焰树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 它正在结果满树的果实 都是像一棵一艘小船一样 我还捡了好多回去 然后等它开花的时候 我到处拍这个火焰树的花 有一天我从地下到出来 我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 因为它的果实正在喷种子 就一直往天空不停的喷 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这是对下一代最好的教育 一个公园是社区的废 你如果树木不够 我们这边的空气都不会新鲜 那我们一个公园不可以永远只种一种树 必须生物多样化 今天树会开花而被砍掉 这是像什么话 树因为台风会倒 是因为它的树根不够深 每一棵倒下来的树 你去看看树根只有不到一公尺 它怎么承受那棵树的重量 以日本的双家说 树有多高 它的根就要有多深 你们去看看高雄市上一个台风 所有倒下来的树 树根全部都很浅 这不是树的错 是种树人的错 这不是树的错 是管理人员的错 我不赞成砍树 如果说你觉得树有影响到老人家会跌倒 那应该勤快的派人来打扫 或发动社区居民来大家共同协助 而不是砍掉所有的树 今天夏天都还没到 上个礼拜那么热 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没有树荫的痛苦了 怎么可以再砍树 所以我强烈要求要开启 开启通 公厅会 或者是要新国民主的程序 我不反对它种树皮 我不反对它移植 可是不能乱砍树 谢谢各位 三无论 有 没有 有 有 不是 是